中共病毒的武漢新冠病毒 被稱為中共病毒的武漢新冠病毒 到3月21日已經在全球176個國家橫行 單是6,000萬人口的意大利死了4,032人 而擁有15億人口的中國 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只得3,255人 若按人口比例 意大利比中國死亡率高28.9倍 另外 據世界實事統計數據來看 若以百萬人口感染率來計 中國就排到40多位 稍微了解中共的國情 能夠直接接觸到大陸真實信息的人都知道 那些只是字面上的數字 實際情況比數字高出幾十倍幾百倍 具體是多少 這是中國政府的責任 他們有義務將實際數字公佈給公眾 中共因為隱瞞疫情 而帶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巨大的災難 令人驚嘆的是 中共原本是人民公敵 自從2月底中共開始輿論攻勢之後 短短十幾日 中共竟然搖身一邊 將自己扮成全世界的恩人 世界還欠中國一聲感謝 中共病毒蔓延全球 造成至少二十多萬人感染 接近九千人死亡 在各國疲於應對疫情之際 中共憑著數據造假和輿論管制 正在將疫情由大陸消退 日前德國圖片報發表文章說 中共病毒的大流行 以最痛苦的方式提示了我們 這個微笑的國度 微笑著當面欺騙了我們 一次又一次 文章列舉了四點 一、中共領導人在病毒開始爆發的兩個星期 用各種方式隱瞞真相 不讓外界知道 二、吹哨人尼文亮醫生 被警察要求禁聲 後來死於中共病毒 三、國際專家說 中共政府一開始 就在感染者人數上造假 沒有人知道那裡實際有多少人病和死亡 四、當病毒波及全世界之後 中共又聲稱中共病毒來自國外 文章提到同樣發覺的是 德國幾個星期以來 只是觀察著中共在處理病毒疫情的欺詐 而沒有作為欺騙的是一方 而願意被騙的是另一方 中共在2月28日 首先搬出抗疫專家鍾南山放風 說病毒最先在中國爆發 但不一定來源於中國 3月12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公開在推特上表示 武漢肺炎病毒是美軍帶入 同時 中共調動成千萬的網絡信息管理員 鋪天蓋地地宣傳 中共宣傳報只要按一按個按鈕 成千萬的職業網絡水軍就齊齊發戰 將美軍把病毒帶到武漢的方言 散布給國內外民眾 在海外 中共透過大外宣 強力宣傳中國對歐洲重在區意大利 以及法國的協助和如何被當地人感謝 加上和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一唱一禍 中國好像真是成為全世界抗疫的最佳典法 覺得成績真是了不起 3月1日 中共攀佈非常嚴苛的網絡生態管理文件 用人工智能機器人搜查 只要與官方言論稍微有不同的網絡帳戶 馬上就被機器自動關閉帳戶 這個被網友稱為 世界上最嚴厲的網絡屠殺行動 將通過民間渠道傳出真實消息的途徑堵塞 外界無法知道大陸的真實情況 這是為中共輿論造假鋪路 在抗疫行動中 中共製造假象 將還未康復還需要住院的患者 強行趕出醫院 從而關閉武漢所有的方艙醫院 為了盡快復工製造輿論 同時中共利用海外收買 滲透和控制的媒體 高調攻擊美國 還說中國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利用網絡水軍誤導疫情 欺騙海外留學生回國 中共還不斷收集和編造輸入性感染病例 說海外華人將病毒帶回中國 為中共因為強制復工 而帶來的第二輪疫情大規模爆發 編造藉口 嫁禍全球 另外中共還利用馬雲等紅色商人 向各國捐口罩 捐檢測試劑和防護醫等 明明是意大利政府出錢買這些醫療物資 中共就一口咬定是捐贈 同時在意大利鋪天蓋地地做廣告 說意大利人加油 我們來啦 其實中共只是派出了十多人的醫療隊 3月15日 中共官方媒體流出一段影片 標題是《感謝中國》 意大利羅馬上空 向起義勇軍進行曲 影片中有人用意大利話高叫《感謝中國》 不過後來經查證 這是3月14日中午 12點在露台鼓掌 向意大利醫療人員致敬的民間活動 而並非是演唱中國義勇軍進行曲向中國致敬 那句意大利文《感謝中國》 也是後期製作家想去的 不過中共偏造的這個假新聞 就由出口轉為內銷 起到欺騙大陸人的作用 中共以暴力和謊言起家 在國際社會上一直聲名浪跡 近二十多年來為了滲透西方 改變西方人對中共的不良形象 中共搞了一個大外宣活動 不惜花巨資 你用紅色媒體來誤導西方人 去到紐約的時代廣場 就能夠看到中共花巨資 在戶外的電子大型光幕刊登廣告 宣傳新華社那一套 打開世界各地的著名報章 不時會發現幫中共講話的文章 仔細看一看 原來是中共花錢做的新聞廣告 在西方很多大學裡開辦的中文教學 就是中共借孔子學院之名搞的文化輸出 在歡迎中共領導人的紅色旗隊伍之中 劉學生高叫的不是自由萬歲 而是共產黨萬歲 這是典型的政治輸出 另外中共還利用各種民眾組織 例如學生聯合會 和平統一會 促統會 同鄉會 種族會 姓氏會 以及各種商會等多種形式 將海外華人拉攏在一起 並安插中共特務 暗中操控這些中共外圍組織 在西方社會傳播紅色毒素 《新紀元》YouTube頻道 《新聞偵探》第四集 指上最嚴網絡屠殺 配合中共九層輿論道向話 3月1日中共實施強制關閉帳戶 比起中共暗中設置的九層輿論引渡手法 這就是小無見大無 就在2月29日中共開始封號的同一天 海外推特上傳出一些貼紙 揭露中共如何輿論引渡的九層結構 中共就是通過各種媒體、官方 民間的海外收購的、安插的 和滲透等的不同媒體 使用正面的、反面的、表層的、深入的、潛移默化的 或狂風暴雨等各種方式 有些新聞是三分假、七分真 有些是七分假、三分真 中共利用各種手法 令人不知不覺中被中共輿論 牽著被指走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共靠暴力和谎言起家 中共经常说 槍幹子和不幹子 殺人和諸心 相管齊下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洗脑奴化了中国百姓 誰敢于说真话 就被扣上右派 反革命 蝙蝠国家 或者动乱分子等罪名 被拘捕 监禁 酷刑折磨 甚至死亡 最近半年中共啟动舆论流氓攻势 抹黑香港 中共将和平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民众 抹黑为暴徒 还用濫用暴力的警察 来止暴制乱 激化矛盾 最后养成香港动荡不安的局面 回顾历史 在1999年7月20日 中共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 舆论诽谤攻势 将教人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 污蔑为邪教 过亿的善良民众被迫害 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今次疫情最严重的武汉 当时就是武汉电视台 偏造一条攻击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先生的短片 一日在电视上播放 狂轰乱诈 强制同民众洗脑 关于影片中 污蔑李大师的内容 全国十多万参加过 法轮功培训班的人都知道 法轮功的收费 是全国最低 而给的东西是最多 中共借一个人把口造谣 将一间鸿华宾馆 说成是李大师的家 但实际情况 李大师是住在长春 一个普通民居单位 后来中共看这样的造谣 污蔑起不了多大作用 就开始强迫每个人 不签字表态 支持镇压法轮功 这就等于强迫每个人 为心地跟随中共 迫害法轮功 但还是起不了作用 中共就在2003年随即 一手编造了天安门自焚偽案 利用烧死人来欺骗民众 现在二十多年已经过去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部机器 还在运转 就算武汉发生疫情 中共警察还准备拘捕那些 在危难中救人的法轮功学员 今天我们回头看看 中共误灭美国才是病毒源头等方言 中共已经由前一阵的谎乱中 整理脚步 即将展开第二阶段战略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透露 北京当局要用疫苗 来当成外交筹码和各国谈判 譬如被华为落地 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和在中东驻军等 那些因为中共谎言 痛苦死去的人 屍骨美寒 中共就踩着蒙冤死者的屍骨 去脅迫全世界 罢了凭死者的运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